找了一隻很強的波爾 如果是非貴金屬類 無論在價錢方面或是規格方面 都是最頂級的 看到錶盤是否很大 on paper是42尺寸 但不要太順暢 戴上手絕對不是42尺寸 即是有44、45尺寸那種感覺 戴錶,我也未必戴到 泰金屬設計Grade 5 Titanium 作為一隻高深水道的潛水錶 有600米 它是有一個害器的排氣方法 它的方法跟一般手動或自動的方法不同 它是有一個拿了專利的 叫做Helium Escape Crown 在龍頭上就完成了 完全自動 好像看不到那樣 但其實已經做了功能 最特別的是整個鎖滴 你看到是一個彈弓式 然後開對門 然後再是一個screw down的crime 特別的地方是因為它是階段 有兩個按鈕 分別是2點和4點 剛才影片也看到 它的按鈕 原來也有藏著一個氣燈玻璃管 這個非常有趣 所以整個加上錶盤的累計 總共有21支氣燈 高度的防磁係數 以及防震係數 其實波爾把所有硬硬的東西都扔進這支錶 在殼的錶椅上 看到有兩顆星形的螺絲 其實是貫穿了一條帶 在工程上的安全係數很高 一般的錶都是一支而已 它居然每邊都用兩支 作為一隻潛水錶 當然會有一個單向旋轉的潛水外圈 這個外圈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它的造工做得漂亮不漂亮 好不好領啊 手工如何 亦都是很反映這隻錶的質素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其實領這隻錶 跟它互動是多於 跟龍頭互動的 很多時候有時做少少計時 都會使用到一個圈的 這隻圈做得不錯 原因就是很厚實 上面那個潛水圈片 亦都是一個很厚底的設計 上面你看到有些字 很大隻很清晰 亦都有一個 夜光的物料在上面 所以整體上 感覺就更加好 定價是33,380 波爾的Hydro Carbon Chronograph 一種深潛的演繹 看一隻波爾的潛水錶 藍色面 彩虹氣燈 特別精彩 即是甚麼波段都有 紅、橙、紫 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一個圈的設計 即是這個潛水圈 做了在裡面的 你看到要用一個特別的crown 在兩點鐘位置 去調校的 現在這樣就是了 一個方向是不行的 兩個方向是不行的 重點是要按進去 做一個engager 即是像是齒對齒的 好像是甚麼 離合 然後才能夠領到裡面的內圈 裡面的內圈做法 當然那些字 會有一個氣燈 裡面 也會發光的 但我覺得最有型的 就是那個類似是水泡形式 卜卜地 那種的設計 整個都是天文台機心來的 你看到橙色字 寫著鳥草 就是Clometer 那300米的潛水 我覺得就是這個價錢來說 300米算是一個基本的standard 起碼心理上200米 當然是夠的 如果夠你浮潛也夠的 但是技術進步了 那為甚麼有300不做300呢 另外下面就是1000高斯 一個防磁係數 旁邊看是平鏡的 那看到有個cycrops 大眼睛凸出來了 都是放大日記的 後面透底設計 就看不到 整體上都是這樣 最特別呢 那個潛水內圈的處理 令到整個BESOL 變了用不鏽鋼 是更加細薄了 哦 還有… 我在這裡 這就是… 我還是有最多的